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拉风牛的飞车视频 根据前方爆料信息确认 飞车手游三月份新途将会更新一张端游的老地图老街工地 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啊 那得知这个消息后呢 我还是挺惊喜的 因为这些端游老图呢 真的是一些飞车老玩家非常喜欢的地图啊 因为这些图呢 非常的经典 有挑战性 还有飘移的快感 然后地图难度呢 在手游看到他们设置的难度是五颗星 五颗星难度呢 在手游来说是能够让大部分玩家所接受的难度啊 所以呢 这张图的话 预计在手游发布的话也是挺受欢迎的哈 说实话呢 我觉得手游就应该按照目前这样 每期新版本更新的时候呢 就设计一张新图 然后呢 再搭配一张端游的经典老图 这样更新呢 技能让一部分玩家觉得有新鲜感的同时 肉能让一部分老玩家觉得有违规的感觉啊 而不是哎 动不动就去设计那些什么 非常多难操作的连续加速带断空飘地图 或者长直线再加两个加速带 完全靠车的地图啊 就比如说 某些加速带地图啊 新机甲序列未来一个超级医生又直接领先其他 a 车几秒这样的图有什么意义是吧 这样的话 那直接冲前让这个车自己跑得很快到终点就可以了 何必还要去操作呢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更新这种没有太多加速带 然后纯靠操作 哎 然后没有太多赛车性能加持的话 这样的话就会好玩一点啊 那你们赞不赞同我的看法 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其他看法 欢迎评论区里面发表